Bye bye baby Bye bye Hello 大家好 這段影片會由我帶大家去倫敦逛逛逛 我們也會分享家庭找房租的時候會考慮的因素 這段影片很感謝贊助我去倫敦逛逛逛逛逛 我老婆已經去過倫敦了 不過我從來都沒去過 經常上網去找IT工的時候 都看到很多工具在倫敦 我們也曾經想過搬去倫敦那邊 但我沒去過 不知道這個環境是怎樣 所以這次去都可以看看環境 可以探望朋友一起吃飯 聊聊天 不過因為Steven太小了 加上他最近皮膚一般 所以這次的旅程只有我老公去 我和Steven就獨留在家中 那我就可以出去HAPPY一下 來了英國差不多十個月 我們期間都搬過一次房子 也有幫不同的朋友去看房子 所以我們這次的影片總括 由我們未生孩子 只有二人世界的家庭 到我們有寶寶之後 就是選屋的條件 第一個最重要的點就是 因為我們沒有車 所以一定要在步行的距離內 一定要有一間大一點的超市 我們之前和現在住的地方 走十分鐘左右 已經有很大的超市 還有我們有一輛買菜 所以可以一次過買幾億的菜 帶回來 之前疫情的時候 一陣子在香港買菜 我都習慣用一個買菜 一拖就拖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的菜 就發現真的很方便 來到英國就覺得更加需要 特別是沒有車的時候 因為每天去買菜 其實也很麻煩 加上有個小朋友也很方便 第二件事就是 都是因為沒有車的關係 我們就要去找一些 交通便利的地點 有巴士 或者是很近乘坐火車 因為我上班都要乘坐火車 如果近這個站 我就不用那麼早起床 可以睡久一點 就算有車的話 近車站也很方便 因為其實有時候 乘坐火車是更快 駕駛私家車去一些地點 第三天我們會考慮 附近要有很優靜的環境 其實我們以前在香港 是住村屋的 原因就是因為 覺得市區太多人了 來到英國 多一些綠化的環境 是很重要的 因為特別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那就可以 他太小也不方便去太遠的地方 就可以帶他去樓下 有空推一下BB車 讓他多接觸人 陽光 去接觸一下大自然 住的地方 就想靜一點 但我們都偶爾想找些娛樂 就是看電影 出去吃飯 所以 住得太偏僻又不是很好 就是又要兼顧到靜 靜得來 又要近一些 近一些市中心 有些東西玩一下 甚至 有寶寶現在就不能去巴 但是以前都會去喝東西的 過度來外國 其實我們都是想有 Work-Life-Balance的生活 所以 除了Work之外 平時的Live都很重要 所以如果家附近有些娛樂 娛樂場所 有些娛樂地點 比較適合 我們一開始到現在 都是找兩房的單位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希望多一間房 可以做一個工作的空間 或者是安靜 看書 就是一個多用途的活動室 還有有空 我們都可以在裡面 就是 踮一下歌 敬拜 有朋友來的時候 可以讓他們過夜 等等 特別是 欠了小朋友之後 我發覺 真的在家裡會多了很多東西 就是 只是BB車都已經很大 然後還有 high chair 一堆軟墊 play mat 等等 其實這些如果 一房的單位 可能真的沒有那麼多地方 去放得到 所以 有多一間房 都是可以做 Store room 是一個 Extra的Store room 我們之前的影片都說過 我們會搬屋 因為想找一個 比較保暖的單位 英國現在10月 氣溫已經急降到幾度 所以一間 室內暖一點的單位 其實都是對小朋友 是好的 於是我們去找 Apartment的時候 特意都會看他的EPC 盡量是B 或以上 其實我們這麼久 都沒有見過 A EPC是A的單位 或者是屋 最高也是B 所以B 跟C 真的差很遠 好像我們 現在 只剩下 外面也是10度 多一點 但是 我老公是可以 穿了一件短袖衣 而我也是穿了一件 薄的衣 在沒有開暖氣的情況下 EPC除了保暖之外 也可以幫你省電費 還有最後就是 未來我們想著買樓 或者想買樓的時候 都要考慮到 會生幾多個小朋友 英國有法例去規定 有幾多個人 就要有幾大間房 即有幾多個房 他有規定 如果父母和子女同歲 可以去到幾多歲 同一間房 兄弟姊妹 再分同一間房 又可以去到幾多歲 這些事情 都要小心去看 除非是想著 樓換樓 但因為英國 其實每一次搬屋 都很麻煩 可能 最好 去買屋之前 就想清楚 究竟這間屋 是長遠會住 還是 在樓換樓 再去決定 你要買多大 適合多少人住 如果真的自己住 我們的經驗就是 親身去感受一下環境 走到過去 見一條街 附近經過的人 你都很知道 那個環境 治安 是怎樣的 去實地考察 這個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嗯 去到倫敦 就去了探朋友 去到他們的家 就打了一個邊爐 哇 很久真的不打了邊爐 然後 還有他們是有VR 啊 我懇了很久 算了吧 你 常常上網看 人家打 玩 有個遊戲 是 一些廢劍的 音樂遊戲 對 終於有機會試一下 嗯 我也會儲點 對 哈哈 對 他們在倫敦住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 可能他們覺得 多一點娛樂 就會多一點東西玩 賣東西啊 找地方 戲啊 找些娛樂啊 都很方便 而且都多一點工作機會 以倫敦來說 對 事不宜遲 跟大家去North London看樓 搭完地鐵走過去 大概要十多分鐘 沿途都很乾淨 附近都很靜 走一會 還有一間很大的Morrison's 今天要看的是 一個叫Clarendam Development 裡面的Moselle Gardens 整個Development 都有很多綠化的空間 第一間要看的是 一個一房的單位 門口轉右邊 就是廁所 新式廁所好處就是 有很多位置放東西 舊式應該很多時候 要自己買個櫃放在洗手盤下面 之後間睡房 就擺到一張雙人床 旁邊還擺到一張梳妝桌 衣櫃就略嫌小了 如果搬進來 就要學會短捨離 雖然衣櫃小了 但保存可以擺到很多東西 忘了說 門口一進來 是有個Utility Room 儲物空間 十分足夠 來到客廳和飯廳 這裏十分光亮 不過不太清楚 有哪個位置可以放在書桌 或者可以把睡房梳妝桌 換成書桌也可以 之後我們再看看 涼房的單位 一進入門口 右邊就有個Storage 開放式的廚房 連著廳和飯廳 最吸引我的 是客廳可以通去一個露台 在這裏做運動 BBQ 或者喝下午茶 都不錯 或者買些盆栽回來 做花王也好 嘩 嘩 這間Utility Room 真的好大 加上我們 因為我們有很多BB東西可以放在這裏 就是BB車 HIGH CHAIR 什麼都放在這裏 就對了 穿過客廳 然後打開就是廁所 接著是第二層座 接著是第二層座 放到一張雙人床 還有很多位置 最棒的是 這裡看出去的景色很開洋 但下面看到還有很多工程進行 未必很適合打開窗 最後介紹的是主人房 和旁邊一樣 都可以看到一個很開洋的景點 主人房就有一個on street的bar floor 房門後面還有一個空座的位置 我想可以再加多一個衣櫃 如果你有很多衣服的話 整體來說這間屋都不錯 但是找不到位置可以放在一張書桌 或者不要電視櫃變成沙發 這張沙發就換成飯桌 飯桌就換成書桌 樓下就有這些錄法的空間 有公園、噴水池等等 吃完飯下來逛逛都不錯 如果大家對這個樓盤有興趣 就看看下方的資料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英國真的很大 選擇不同地區去住 或者選擇什麼類型的屋 甚至去到屋內怎樣去裝修 都真的很多 很多事情要去考慮 希望大家可以做到最適合自己的決定 還有在這裡生活得開心快樂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都說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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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